外木山郊岸的陆军机关枪碉堡 在昨天发现了有一具疑似遭到火焚的白骨 在昨天早上9点多呢 有一个陈姓男子 在外木山情人步道旁边捡垃圾 看到了两个这个躲避球 他呢捡了其中一个之后 另外一个捡起来发现 竟然是一个人的头骨 他走进碉堡里头就发现了一具骨骸 吓得赶紧的报警 而警方发现了骨骸上半部 沾有小面积的遭到火焚的布料残块 头颅是有焦黑的痕迹 死亡之间超过了好几个月 初步研判这是一个年长的男性 详细的死因目前还要理清